今天网站11月19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来说跌了269点 报25,050点 成交方面1365亿 上升股份有800多个下跌也有800多个 今天来说大市组断跌了400点 主要受重绑固阿里巴巴的迹差所拖累 阿里巴巴来说昨晚 即是黄昏时段公布了这个业绩 情况差个市场预期 美股的ADS跌了10% 今天来说港股也是更跌 收市跌了10.7% 报139.3 大行都纷纷在业绩后调低阿里巴巴的目标价 看到列口也挺大的 成交也有140亿 差不多150亿 暂时来说阿里巴巴都是处处于弱势 其他重绑的蓝筹来说 就个别发展了 腾讯才是后回稳 收市跌了0.1% 3690美团跌1.6% 另一只中开股 京东来说反而强劲了 这只来说业绩后大行唱歌唱好它 今天来说升了9.1% 352.4% 这只来说也是稍后 今天 恒指服务公司公布贵检的时候 其中一只燕蓝的股份来的 看看今天这次来说 会不会入到蓝筹成份股 大市在中段来说 早段跌得急 在中段来说跌幅收窄 主义都受着内房股和腾讯所带动 腾讯就拉回市场上去 但是如果升得多 其实反而是内房股 因为内房股来说就有些消息 个别来说恒大就说 旗下的项目来说有复工 刺激股下升5% 但是其他的股份来说都跟升 融创中国升了8.9% 688中海外升2.7% 109华议注地上升6% 见到内房股都蛮分化的 国企内房股 比较稳的 相对来说近来 其实已经走出了这个弱势 但是民企内房来说是个别发展 今天来说除了内房之外 物馆都跟回到内房升 迫伏来说6098 昨天停牌 在今天之后就公布这个 配股 今早来说曾经是插了超过一成那么多 最低的 49.1 收市来报53.7都守在招架之上 跌了8.9% 市场 不是 不是看得淡的 对于今次的 这个配股 因为早前来说 迫伏都是有些收购的项目 趁其他内房在财困的其他 就收购了 两三单的 一个 物件的公司 市场 都认为今次来说是继续补充这个资本 在有机会的时候再次出手 所以来说 虽然短期内对这个股价有点困难 但中线来说 相信在未来的 一年后或者是大半年后 如果收购完成之后 那些业绩能够并表 相信对于收入和盈利来说 出现一个是可观的增长 所以来说迫伏的话 其实都可以趁低 是吸纳的 好 另外来说 除了个别的股份来说 这个物流股 譬如加利物流 升了17% 6123 原通促低升了12.5% 这些都比较少炒的 提及的股份 但近来双11 还有个别的消息都支撑到一些股价 OK 最后来说 大市都是继续反复上来 未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25,000点 顶住 稍后 比较 重要的消息 就是 在6点 左右的时间 恒指公司会公布恒指贵检 今次来说 染南大热的9633 农夫山泉 上个星期开始升了 升了整个星期 大约40元左右 升到差不多 49元 今天暂时升了1% 到48.9 除了农夫山泉 大戏之外 有很多只都会被市场所关注的 譬如有9618 京东 4条9 网易 291 华晨啤酒 等等 都会 有机会成为蓝筹的成分股之一 看看今次来说 恒指服务公司有什么调动 今天的收市分析暂时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会计判 前期会计判 往前期会计判